各位,我们人都是渴望被认可,而害怕被拒绝的 尤其在现今的社会里,因着医学、科技的发达 当人能够活得越久时,慢慢的就不如从前的人那么害怕死亡 因为死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所以人都不太关注要面对死后的审判 不太关注要讨神喜悦 反而觉得与世界和人的关系搞好才是更重要的 因为从现今到死亡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此在这个时代,人们都害怕人的否定过于神的审判 也切勿人的称赞多过神的称许 当然,我们希望人家喜欢我们,这并没有错 毕竟没有人会愿意自己被别人讨厌 但我们不能只寻求人的喜悦 因为人的喜悦是不能满足我们的 通常,人是越得到他人的肯定时,就越有自信心和安全感 但我们要知道,人的认可是不能满足我们的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称赞我们,我们也不会满足的 因为人的被造就是会渴慕神悦纳我们 而神给我们的肯定是再多人的称赞也取代不了的 试问,我们人怎么可能从另一个和我们同样堕落的人身上 得着肯定和安全感呢? 但唯有神的喜悦才是最有保障,也最能满足我们的 而且坦白说,人的肯定或许可以给我们暂时的一些满足 但过后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重担 因着人所以经给我们的肯定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努力来保留人的喜欢和达到人的期望 这就会给我们极大的负担和压力了 但是,神的称许却是甜蜜的 当我们越尝到神的称许的美妙时 就越来越不会那么看重讨人的喜欢了 另外,注重人的肯定过于神的称许的人 是换言之,也惧怕人的否定过于神的审判的 所谓惧怕人所指的,并不单是怕人伤害我们 也包括害怕人不喜欢我们,不爱我们,不帮助我们 不支持我们等等 这样的惧怕会使我们常跟着人的意见 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和某些立场 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因为要讨人的喜悦 害怕得罪人,就选择不做或不说神所喜悦的事 这是信徒在传福音的事上所面对的一大障碍 因为非常在乎人怎么看我们,所以我们总是不敢传福音 为主做见证,甚至公然承认我们的信仰立场 正如约翰福音十二章说的 官长中却有好些信耶稣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着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但耶稣告诉门徒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物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被人拒绝固然难受,但被神审判是比那更加可怕的 被神审判的下场是远远严重过被人厌恶的后果的 所以我们当敬畏神而非人 真言书第29章给了我们智慧的劝勉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华的,必得安稳 诗人也告白说 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保我怎么样呢? 因此,我们应该停止惧怕人,乃要敬畏神 因为人的称取真的是网罗,是危险的,而不是诱人的 若我们不小心,很容易就会被人的肯定冲昏了头 而骄傲起来,就得罪神了 不然,我们就是为了要得到人的称取 而成为懦弱的基督徒,不敢传扬和活出神的真理 但我们要知道,无论世界是称赞我们或是攻击我们 世人并不能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 反而,若世人不信靠耶稣 他们自己也是会灭亡的 所以,我们敬畏的对象不该是人 乃是那能定人有罪,也能赦免人的上帝 而若我们是敬畏神的 那我们即使怕人,也要仍然顺服神 其实,我们越敬畏谁,就会越想得到他的肯定 越想听从他的 盼望我们都能学向保罗 他要的是神的喜悦,而非人的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各位,我们当向保罗更向耶稣学习 他们都是敬畏神,而不担心旁人怎么看待他们的 他们唯一的关心就是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 唯独讨神喜悦,唯独要荣耀神 为了完成神的使命 他们可以忍受人的逼迫 甚至到死的地步 那各位,我们又能否为爱人的灵魂 而将自己想被人肯定的需要放下 以致无论人怎么拒绝神 我们还是依然传福音呢? 不但是在传福音的事上 在凡事上 若我们是听从神而非人的 那上帝自己会叫我们安稳 且看到顺服的赏赐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神里面找到确据 而非从人身上寻找自我肯定 各位,我们要懂得在神里面肯定自己是蒙爱蒙恩的 且从神得着确据 当我们越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时 就越不会受人影响了 虽然我们天天都被人和他们的评论围绕着 但如果我们的心更是注重神的话和神本身 我们就越会被神的话塑造和保护 以致我们能恢复正确的追求 就是神的称取而非人的肯定 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因在乎人的认同 而产生对人的惧怕,结果就被人摆布 但我们要知道,唯独敬畏神之心 才能救我们脱离惧怕人之心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都得着一颗更是敬畏神之心 且由此更享受到讨神喜悦的奖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